大家好呀,我是圆圆,都说东吃萝卜,下吃姜,已经入冬了,今天咱们去做个萝卜,不不吧? 这些来说是长得像萝卜的包子,嘿嘿,里面包的萝卜丝肉馅真的很好吃哦,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按照自己的口味炒一个萝卜丝肉馅 滴净面粉200克,酱母2克,七砂糖5克,先把它们搅和搅和 再加100毫升清水,边倒边搅拌 有条件的加10克猪油,吃起来口感会更加松软,且表皮也会很光滑 在这里教大家一个揉面小技巧 先将面揉成较粗的面团 搁上保鲜膜,洗面15分钟,再继续揉 你会发现很快就变得水平光滑了 50克中筋面粉,1.5克酱母,1克麦芽粉,建议换成蔓卜菜汁,颜色更好看 25毫升水,裹成一个绿色面团 先将白色部分平均分成6分 擀成中筋后边缘薄的包子皮 包上多多的萝卜丝馅 包起来,水口处捏紧,防止露馅 搓一搓,搓成一个图圆形 再一头捏出一个小尖尖,这样就差不多了 接着把绿色面团做成长长的细条 切成小段,将三根错开,重叠在一起 放在萝卜的头顶,用工具塞紧 再取一丢丢面团,做成细细的条 来做萝卜的根须 用工具压出几条纹路,放上我们的根须 塞进去就行了 多拿几根,这样就更香了 我们的萝卜丝包生胚就完成了 看看,这一个色白白胖胖的,是不是很可爱? 打入蒸屉,发酵至1.5倍大 很多小伙伴问我,到底应该发酵多久? 发酵的时间取决于温度和湿度 没有具体时间,我发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吧 见体积明显变大就可以上锅针了 冷水上锅,大火上起后开始计时 15分钟,关火后记得焖5分钟再开盖 防止回缩,虽然是一次发酵 但真的很蓬松哦 我问你怎么捏,都能迅速弹回来 里面的萝卜丝细也是非常的口口 不建议换成其他口味 喜欢赶紧多说试试吧 我是也愿意公众介绍更多美食 咱们休息再见,拜拜